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沙弥守戒自杀原品第十九 沙弥接受了比丘的教诲 鼎礼师祖而去 来到师祖家 敲响了大门 家中留守的女子问道 是谁呀 她回答说 我是沙弥 来给师父取食物 女子心中很欢喜 想到 我的愿望实现了 于是马上给她开门 这个女子长得十分端正 美貌绝伦 年方十六岁 她当时浴火中烧 在沙弥面前做出种种妖魅姿态 扭捏作态 故隐自怜 表现出一副情欲强烈的样子 沙弥看见了 想到 这个女子是患有疯病 癫狂病 阳心病吗 是不是被贪欲烦恼所驱使 想毁坏我的亲近放行呢 于是她坚定的摄持威仪 面色一点也没有改变 这时 女子就无体投地的失礼 对沙弥说 我时常渴望的事情 今天时机终于到了 我总想对你有所表白 只是没有机会 想来 你对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吧 你应当满足我的愿望了 我家里有很多珍宝和金银仓库 就像皮山门天宫中的宝藏一样多 但是没有主人 请你屈尊 做这个家里的主人吧 我就做你的妻子 供奉于你 替你使唤 希望你千万不要拒绝 满足我的愿望吧 沙弥心想 我有什么罪过呀 竟遭遇这样的恶缘 今天 我宁可舍弃性命 也不能破坏 三世诸佛所制定的境界啊 过去 有位比丘 不小心走入隐女家中 宁可自己跳入火坑 也不肯放下引起 又有一些比丘 被强盗劫持 被强盗用草绑起来 遭受风吹日晒 虫子咬食 但因为护戒的缘故 始终没有扯断 稻草而离去 还有一位比丘 虽然见到鹅 吞下了施主的珠宝 但为了手持戒律 此心故身的缘故 甘愿忍受施主的怀疑和毒打 也不肯说出来 又比如 海船将要损坏的时候 下座比丘 因为手继的缘故 把符板 让给上座比丘 自己却没入海中而死 难道说 只有这些人 才是佛陀的弟子 能手持戒戒 而我 不是佛陀弟子 不能持戒吗 难道说 如来世尊 仅仅是他们的本师 而不是我的本师吗 再好比胡麻 合着毡脱花炸油 油也带了毡脱的香味 如果合着臭花来炸油 油也随之变臭了 我如今 已经遇到了善知识 为什么今天 要早热夜呢 我宁愿舍弃生命 也绝不能破戒 玷污佛法生 和父母施掌啊 他又想到 我如果逃跑的话 这部少女浴火强烈 一定会不顾惭愧的 追到外面拉扯 抓住我 并忘加嘴巴 被街上的人看见的话 仍然免不掉受侮辱的结果 看来 我今天 只有在这里 舍弃性命了 于是 沙尼甲义说道 你关紧门窗 我先到一个房间中 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才能答应你 女子就关上了房门 沙尼走入房间中 关上门窗 找到一把剃刀 心中非常欢喜 于是 他脱掉衣服 放在架子上 双手合掌 面向 居师纳成 佛陀涅槃的地方跪下 立下室愿说道 我今天 不是舍弃佛法僧众 不是舍弃和尚阿舍离 也不是舍戒 正是为了持戒 我舍弃生命 希望来世投身 还能够出家学到 心静的修持范形 断继烦恼 常见道果 随即 稳静而死 血流如注 染红了身体 这时 女子奇怪 她为什么迟迟都不出来 走进门口 盼头来看 现在门没开 喊她也不回答 就想办法 打开门进去了 结果 看见沙弥 已经死了 这个女子 吓得面无人色 一火顿时熄灭了 又惭愧 又懊恼 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抓破了面孔 滚倒在地上 悲伤哭泣着 昏死了过去 她父亲等人 就会回来 敲门喊她 女儿在屋内 沉默不答 父亲感到很奇怪 就派人 跳进去 开门查看 结果 见到女儿这个样子 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啊 有人侵犯凌辱你了吗 女儿沉默无语 心里想到 我现在如果说实话 实在是太羞愧了 但如果说沙弥 你侮辱我 我就诽谤了善人 必将堕入地狱 感受无量的痛苦啊 我不应该欺骗说话 于是 女儿就如实说道 我在这里 独自看家的时候 沙弥前来为师父去食物 我浴火强烈 引诱沙弥 希望他能够顺从我 但他手借不动心 想了个办法 一个人进入屋内 自己设置了细命 我竟然 想用肮脏的身体 来毁坏他亲近的法器 我造下了这样的罪业 所以很难过 父亲听了女儿的话 心中并不吃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烦恼的本性 就是如此啊 于是 他告诉你而说 一切诸法都是无常的 你不必忧伤恐惧 然后走入房间内 看见沙弥的身体 都被血给染红了 就像张檀木一样 便上前行李 赞他说道 现在 你竟然能舍弃 来护持佛陀的戒律啊 这是 接着的 剧情 那么沙弥接受了 比修的教诲 给老师顶礼 以后 就来到施主家 敲门 那么 这位 留守的女子 看到沙弥来 取食物 非常欢喜 那么他呢 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做了我们人类 共同的事情 用自己的贪欲 去获得 自己的 想获得的事情 看到这位沙弥 特别啊 想和他亲近 做他的妻子 于是呢 做出种种 幽媚之态 扭尼做态 固颖之怜 表现出一副 情欲强烈的样子 这个我们世俗人呀 都是如此 每个人 因为自己的欲望 因为自己想获得什么 在这个欲望面前 就表现出 种种的姿态 无非呢 是 生口意 种种的贪恋 种种的贪嗔痴 表现出呀 种种世俗的姿态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 社生相为出发 这就是六成 那么 面对这种情况 面对这种状态 我们怎么办 怎么去思维 怎么去应对 怎么办 这个时候呀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世界观 就起床了 这位沙米 说了 他的师父 刚刚教诲他 要持 清静 繁星 不被 贪欲 烦恼 点雾 那么他 面对 啊 这个 年轻女子的 种种 作态 他是 坚定 设置为 以面色一点 没有改变 啊 不被诱惑 没反应 那么这位 年轻女子呢 向他表白 啊 说我 时常渴望呀 想 找你 啊 一起来享受 我们家里边的财富 请你做我的丈夫 啊 我做你的妻子 供奉于你 啊 希望你不要 拒绝 满足我的愿望 啊 这个时候不仅 啊 有美色了 还有财富 啊 世书的一切 都敞开了大门 都表现在啊 这位沙弥的面前了 啊 这个沙弥 怎么办 这时候沙弥 心里边想 啊 我宁可舍弃 性命 也不能 破坏 三世诸佛 所制定的戒律啊 啊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 依教 奉行 啊 这就叫 依教 奉行 学了佛法 学了佛法 我们面对社会 走入生活 我们要用佛法为标准 用佛法呢 知道我们 啊 这是关键 即使 面对了 这种情况 啊 那么 这位沙弥 不认为啊 这是好事 不认为 啊 这些美色 这些金银 财宝 是对自己 有利益的 他认为呢 这是破坏自己 啊 戒律的 对自己 有害的行为 嗯 那么 他想起来啊 过去 修行员呀 出现了 类似问题 怎么办 啊 他就想 这个时候呢 他想起来 啊 有一位比丘 不小心呀 啊 走入一个 一目的家中 宁可自己 跳入火坑 也不肯犯下 阴行 啊 又有一些比丘 被强调 强到 劫持 被强到 用草绑起来了 遭受 风吹 日赛 虫子 咬食 那么 因为 护戒的缘故 啊 始终没有 扯端 朝 盗船 离去 啊 还有一位比丘呢 呃 看到 我 通下了 施主的 珠宝 那么为了 手持 戒律 慈心 护身 那么 即使施主 怀疑他 毒打他 他也不说 啊 因为他说了呀 那一定 就会 杀掉这个鹅 取住宝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事呢 啊 就说 海船 将要损坏 那么 下座 比丘 因为 守戒的缘故 把福拔让给上座 比丘 啊 自己验什么 啊 等等 等等 啊 这是呀 守戒的榜样 所以呢 啊 我们不仅仅 要懂得道理 懂得戒律 这重要性 而且呀 要学习 主是大德 啊 看看人家是怎么 修行的 怎么处理的 于是呢 就坚定了 信念 坚定了 持戒 戒戒 啊 这个价值观 面对 美色经营 不动心 守住了自己的 六根门头 那么 继续思维 啊 如果我不守戒 那我不是佛的弟子了 啊 那么佛告诉我们 啊 我们 吃那些香油 啊 接受那些香油 我们就带着香味 吃那些臭油 啊 我们就变臭 现在我已经遇到善知识了 知道什么是香的 什么是解脱 什么是重要的 我怎么可能 还会去啊 被这些美色 经营财富 干扰了呢 怎么还会去 干这些事呢 啊 就不会了 啊 这下定决心呀 这个呀 这就是我们 学佛人 修行人呀 遇到外在 嗯 种种事情的时候 怎么办 啊 怎么办 每个人呀 都会遇到的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我们和这个社会 打交道 我们和人 打交道 我们遇到事情啊 怎么办 这个呀 就是我们修行 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啊 最重要不过就是这个事情 啊 如果我们学佛了 修行了 懂得戒律的重要性了 什么都知道 但是呢 遇到了美色 遇到了经营 我们心里边的信念 动摇了 垮掉了 跑去啊 造作这些世俗的业力了 那么对不起 你学着佛法 学着知识 学着道理 毫无义 毫无用处 毫无用处 把所有佛经理都背会了 说法拱瓜乱手 实际上 同样还是造作业力 违背佛法 那么呀 依然堕落 依然会下山土的 没有意义 只有 学佛以后呢 按照佛的戒律 佛的教法去遵守 做到 面对我们 生命中遇到的 种种事情呢 一一遵守 一一落实 最后呀 最后呀 我们才能成就佛法 才能解脱呀 获得 解脱之路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 它的要讲述的概念 要讲述到底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这位沙弥 想 如果我现在 离开 就怕这个 这个女子 拉拉扯扯 污蔑 他 所以呢 他就干脆 到这个 人家里边 把身衣 叠好 放在架子上 面向佛陀 涅槃的地方 跪下 发下 誓愿 说我今天 不是舍弃佛法身众 不是舍弃和尚阿舍离 也不是舍弃 而是为了持戒而舍弃神明 希望来世呀 还能够继续出家学到 清静的修行繁星 断尽烦恼 成就道路 他是用这个办法 他自己通过思维 做出的决定 于是呢 就 用刀 稳静而死 那么这位女子 看到了这个情况 非常的后悔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呀 因为自己的贪欲 造成种种的业力 我们都会后悔的 都会后悔 每个人几乎都有后悔的事情 后悔当初为什么做这些事 都会这样的 那么因为这位女子 她不懂得戒律的重要 不懂得呀 不懂得呀 佛陀的教会 在世俗中 做出世俗的事情 用世俗的眼光看 我们觉得呀 没啥个体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呀 不学习佛法 不守戒 那么世俗人 他必定 会随着 外界的 六成 射身相灵出法 而造作种种 造恶业 将来必多恶狂 不是说我们懂不懂 不懂造作了 也有恶狂 这就是世俗人的 行为举止 这是世俗人的行为举止 那么我们学佛了 面对世俗 怎么办 我们呀 一方面要遵守戒律 一方面 要修持佛法 在种种环境中 在种种条件下 力所能及的去守戒 不造恶 遵守因果 力所能及的 让我们自己呢 规避现在社会 种种的诱惑 种种 违背 违背 五界十三的 这些环境 逐渐地呀 让我们 理顺自己 影响周围的环境 让我们呀 有一个好的 修行 条件 那么我们一方面呢 提倡大家 学习因果 学习五界十三 让大家明白 它的重要性 让大家在世俗中间呢 改变 原来的做法 用佛法 用五界十三的方法 去对待 我们今后的生活 同样 我们提倡大家呀 学习 印光大师 红衣大师 虚荣老和尚 密乐日巴尊者 学习这些主师们 他们的行词 他们的故事 学习他们的开始 慢慢的呢 让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 环境里边呀 逐渐地改变自我 逐渐地把佛法 落实下去 不仅仅 自己改变 而且呀 通过修行 我们有了力量 影响周围 用深教 影响周围 逐渐地让大家呀 都能够明白佛理 都能够 遵守我们的事 因为呀 这里边 说了 遵守戒律 是解脱之门 不遵守戒律 我们可能也有好处 世俗的好处 短暂的好处 但是将来呀 后患无穷 这是佛告诉我们的真理 我们学习这个道理了 学习这个故事了 我们一定要明白 就像这位女子 因为不明理 犯了错 她也思维 如果说 撒谎 说撒谎 侮辱 侮辱自己 我就诽谤了 善人 那将来呀 是要 度地狱 感受无量罪苦的 所以我不应该 欺骗说谎 因为她懂了这个道理 于是呢 她说了真话 说了真话呀 就没有 犯下口业 将来呢 就没有这个口业的恶果 我们也是强 如果我们犯错了 不能一错再错 无有之境 犯错了以后 我们现在学习 忏悔 许习认错 要真诚的忏悔 真诚 真实的认错 后不复照 犯错 我们因为无知 因为无明 现在学佛了 懂得佛理了 懂得真理了 我们就不能再犯错了 不能再造化了 我们看这个故事 和我们现在相比 那实在是太相似了 我们很多同修打极 忏悔 现在的女同修呢 女子呀 堕胎 很多 很平常 因为不懂 现在学了佛法 就知道这是啥业呀 重大的恶业 我们忏悔 我们忏悔 后不复照 现在人造作的恶业 实在太多了 看这个故事 我们再看看现在社会的种种 又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 贪欲 恒行 欲望 遍布 种种欲望 爆发的这个世界里边 我们学佛人 修行人 如何面对 如何在种种的诱惑下 坚守 不被戒律 这个 设身相为处罚呀 拉跑 这就是我们修行人呀 最重要的修行内容 最重要的下手之处 这就是我们每天修行 要面对的修行内容 不能因为侥幸而过去 而放过 不能因为侥幸而放松啊 也不能因为侥幸 随自己了 这样的话 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就是对自己 贪欲的放松 这样的做 必然给自己带来啊 无穷的危害 所以呢 我们既然懂得因果了 既然明白五界是善的重要了 然后我们就在生活中间呢 自己约束自己 自己 规范自己 面对外在种种 我们清醒的 知道 守戒 是我们每天呀 必须要做的事情 每一件事来了 我们用因果分析 和五界是善去 对照 看它们符合不符合 符合的 就可以做 不符合的 我们千万不要做 做了呢 我们要知道后果 所以呀 我们要畏惧因果 管好 自己的六根门头 说好戒 将来呀 念佛往生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我们就有回报了 就有真实的 好的回报了 今天呢 我们就学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接着学习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